你喜欢就好 喜欢 让你断我粮 让你欺负 气死你 花琉璃 琉璃拜见公主殿下 尚书大人 你就是花仙主 仙主真是太可惜了 琉璃身子不好 昨日出道玉京 有些水土不服 先让太子殿下 把花家的老宅 让臣女去居住 这今日稍微好了一点 便立刻来拜见公主殿下 和尚书大人了 爹 娘 她骗人 我昨日见过她 郡主 昨日是在哪里见过臣女啊 精灵 可能是我 看错了 也不知为何 郡主如此敌视琉璃 竟给琉璃 断了粮 琉璃从昨日到现在 和身边这位小婢女 是一口饭都没吃上 而且百姓们都说 是户部 给我们断了粮 这 怎么可能呢 琉璃自然不能让百姓 这般说户部 所以一早就赶来了 并且和他们说 我爹和尚书大人 关系很好的 这样百姓就不会多想了 这孩子真是太好了 还值得为我们着想 这是应该的 况且我娘说 来京以后 一定要来看看 顺安公主殿下 当真 魏将军当真这么说 千真万确 说起来 顺安公主倒有些不一样 虽说是公主 却对长安侯魏将军 十分仰慕 而且我娘反复叮嘱我 一定要懂得礼数 那箱全都是 我从清寒州带来的礼物 礼清情义重 宁可千万不要嫌弃 这孩子太懂事了 千里迢迢地从清寒州过来 已经够辛苦的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真是又乖巧又懂事的 哪像我们家敏敏啊 整日就知道花钱大手大脚的 根本不知道珍惜今天的大伙生活 不是 你夸他就夸他 你骂我干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的呀 你装一个给我看看 我 别乱说 花仙主还没吃早饭吧 没吃呢 走 走 一起吧 吃过了早饭了 带你去宅子里到处转转 你看有什么喜欢的 本宫都赠予你 多吃点 来来来 多吃点 多吃点 公主殿下 这味太好吃了吧 太好吃了 说让公主 您都不知道 我殿娘镇守边关的日子有多苦 他们要是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定会日日被笑醒的 这般稀罕吗 稀罕 稀罕 公主殿下 这女不能再吃了 怎么了 这要是把嘴养掉了 总不能日日 都来你们府上吃东西吧 怎么不能呢 你这么乖 你想来就来 是不是 老天 是 花仙主要喜欢 就多吃点 吃不完 带回去吃 吃 薇薇 你看看公主殿下和尚书大人 他们多好啊 简直就是菩萨在世 普度众生啊 是啊 是啊 谢谢公主大人 谢谢尚书大人 谢谢嘉敏君主 来来来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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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饱了没有啊 没吃饱千万别客气 吃饱了 趁你都吃撑着了 以后啊 就把这当家 公主殿下 你们家真不愧是不薄锦断之家 您看郡主身上那衣服的料子 比我平日里见的所有 都要好很多呢 不薄啊 明明那儿还有好多 都赠予你 不是 这怎么好意思呢 而且 臣女也没带箱子来啊 上书府还缺箱子嘛 来人 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 这书也太别致了吧 真好看 送给你了 不行不行 这 怎么带得走啊 本宫这里还缺人手呢 老田 安排 带你去那里看看 这是我们的藏宝阁 你随便看看啊 好壮观呀 好漂亮呀 琉璃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好看的夜明珠 这不愧是公主殿下 和尚书大人的府邸 果然贵气十足呢 你眼光可真好啊 娘你能别听她瞎说了吗 她昨天明明浑身上下 金银首饰 你昨日不是没见过她 华仙主 你若喜欢 本宫将她赠予你 这可不行啊 这是我 我什么我 谁让她说我 普渡众生呢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 公主殿下 您对琉璃真的太好了 你喜欢就好 喜欢 让你断我粮 让你欺负 气死我 花琉璃 你给我等着 这是没完 天伯伯 你对我们花家真的太好了 送了琉璃这么多礼物 琉璃都拿不动了 只要县主喜欢就好 县而天伯伯 体谅琉璃 还特意派人 把这些东西送到琉璃呢 还特意派人 把这些东西送到琉璃呢 县经关系最好的人 天上从今天怎么这么大了 还是平常 偷门去 对 今天是真的开了影门 夫人说句 这孩子是真的好 真喜欢 一见就喜欢 就这么几十颗大饼 换走了我一颗燕鸣猪啊 娘